中国发给马来西亚的机密文件被菲律宾媒体给泄露了 这件事情对我们有威胁吗 大家好 我是马超 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中国机密文件被泄露的事情 最近这两天菲律宾媒体大肆的宣扬 说中国之前致喊马来西亚使馆的一封信 在这封信里面就提到说马方应该立即停止在九段线沿线的多个地点 进行非法开采原油的行为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之前的这个直播里面也说过 马来西亚在这些地方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举动的 而针对这一份机密文件的泄露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是及时的给出了回应 他就直接用居心叵测给这件事情定了信 并且把马来西亚给拆了出去 那么说白了这件事情根本就是菲律宾狗鸡跳墙了 他就意识到中国在南海维护主权的一个决心 那么同时也发现美国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靠 所以呢就试图把更多的利益相关各方给拖进来 共同的来抵抗中国在南海地区的一些震荡权益的活动 在我看来呢这件事情的背后实际上说明了 菲律宾方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他们现在已经看到中国实力非常的强大 他们不敢跟中国开战 而且美国又靠不住 但是同时他们也不能违背美国人想要调试的这个意愿 所以只能硬着头皮上 那么关注南海局势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在这个仁爱礁仙兵礁这两个海域接连遭遇我们这个海景的重挫之后呢 菲律宾的海军啊最近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清朝而出 那么试图是把这个3000吨级的巡逻舰长期的部署在我国仙兵礁水域附近 因此呢菲律宾在这个时间把我们发出去的这个机密文件给泄露出去 摆明了呢就是为他们的海上行动来打掩护的 那么至于菲律宾方面是怎么得到这份文件的呢 其中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就是马来西亚 那么第二种则是美国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推断呢 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 首先啊我们说现在的这个马来西亚政府 实际上说白了是一个草台班子 他没有任何的一个党派能够获得半数以上的选票 所以现在的马来西亚政府 它是一个由多个政党联盟组成的政府 因此呢无论是党内还是各党派之间 实际上都存在着诸多的障碍 而现任的这个总理安瓦尔在去年刚上任的时候 实际上就遭遇过信任危机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啊 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他的政敌搞出来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下台 那么其次的美国人在东南亚 一直有培养这个利益代言人的一个习惯 比如说前段时间在马来西亚袜子风波中 上蹿下跳的这个无心组织的首领阿克马 就曾经在美国接受过这个领导力的训练 所以呢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是马方内部的人员 先将这个文件泄露给了美国 然后美国再给到菲律宾 那么总的来说呢 这个机密文件泄露这件事情 目前来说还不一定是谁干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背后是少不了美国的影子的 那么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言论 我个人觉得是站不住脚的 比如说说菲马两国已经联合在一起了 中国要被他们俩群殴了 这种观点多少是有些喜人忧天的 我们先不说他们是不是已经联合了 我们光说我们现在海警的吨位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加起来都比不上 虽然说这个海警船没有军舰那么大的威力 但是每一次这个海警行动的背后 他有没有中国海军压阵呢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泄密这件事情 本身对中国是没有任何威胁的 但是呢我们话要说回来 无论这件事情是谁先泄露出去的 对中国有没有任何的威胁 那么菲律宾方面的这个行为 实际上都是令人不迟的 面对这种在外交上都居心叵测的国家 一次性打痛他们也应该提上日程了 好了那么关于这次泄密时间 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